为辅导社区发展协会健全组织 强化社区福利服务功能 积极建设社区增进居民福祉 卫生福利部12日下午在南国国小 笃行馆进行两年一次的社区发展工作 实地评鉴考核 希望社区都能够自主 营造社区的仪式 能够社区所有的乡亲都能够活入 每一个人都是未来社区的一个一份子 8月11日及12日 评鉴委员分别先到彰化县 临选推出的5个优质社区实地评鉴 受评社区为了展现推展的福利成果 无不卯足全力 社区内的班队在现场表现活力 居民也热烈迎接委员的到来 争相分享自己社区的特色与成果 我看到了我们所有的民间的伙伴 他把它当作是自己家里的事 当作现品不是只有政府的事 而是当作我们整个团队 大家一起的事 尤其今天整个场面呈现出来的一些成果 虽然只是展现我们现品 过往独职团体的一部分 可是可以看到里面的动物 尤其是我看到社区里面民众之间 尤其社区的团队不常吃 所以我想尤其他们有母鸡蛋小鸡 一棒接着就棒了 社区发展工作为彰化县政府重要的推展工作 历年来均保持最高优等荣誉 今年更持续展现投注在社区发展工作的各种面貌 从社区治安、社区环保、社区营造 到各个福利服务等 让与会的嘉宾一同看见 彰化社区的活力与热情 彰化县政府未来也将持续与社区并肩 为社区发展尽心力 公益频道徐世昌 彰化采访报道